真正拉开人与人距离的是认知 越厉害的人,认知越高 能想到的就更深,能看到的就更远 认知低的人,得到的机会也就越少 就越容易对社会,对他人产生不满 越容易产生愤怒情绪,挣扎在底层 认知越高的人,层次越高,得到机会也越多 看待社会和他人,反而更容易包容 更容易看到好的一面,不断向上生长 所以,唯有觉醒认知,提升认知的层级 才能拉开与大多数人的距离,获得人生的成功和幸福 以下就分享认知的九个层级,来看看你在哪一层 第一个层级,处于认知水平的最底端 完全凭个人的好恶行事 任由情绪控制自己,严重缺乏理性和客观 认知的两大核心 第二个层级,老实,懂事,从众,听话 认知都是别人灌输给他的 且只知道没守成规,不敢越雷池半步 就像井底中的青蛙一样 即便有人给他说外面的世界很大,他也不会信 第三个层级,有了质疑精神 开始认识到规矩的局限性 认识到没有放置四海而皆准的规矩 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不再用固定、单一、不变的眼光看人看事 第四个层级,建立是非观、大局观 认知到规矩的局限性 但却能充分尊重规矩 知道无规矩不成方圆 不会轻易地打破规矩 在大是大非面前,能从大局的角度出发 放下个人情绪 第五个层级,认识到世界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 包括人也是如此 能用变化的眼光看待一切 而不是刻舟求见 将自己认知和思维束缚在一个水平线上 第六个层级,认识到竞争的残酷 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 很多资源还是稀缺的 只有在残酷的竞争中胜出 才能先入一步抢占到资源 抢占到竞争的先机 第七个层级 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 什么是主观能动性 就是人通过自身的认知 选择和努力可以改变环境 进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命运并非注定 除非你自己选择放弃 第八个层级,认知到两样不变的东西 一是人性,二是支配社会运行的规律 理解人性,掌握规律 你的认知就已经超越了 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 第九个层级 认识到人活着的价值和意义 不仅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着 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 甚至还要认知到人类生存的意义 把自己的认知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